1 2 3 4 眼睛转转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的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 头转一圈 屁股转一圈 眼睛转一圈 看上看下 看左看右边 眼睛转一圈 精彩水格 不要忽略 做好势力的保健 健康达诊 梁医师 耳鼻喉科专科医师 专攻听觉功能 耳科疾病 有大医院看诊 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 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 一诊的脚踪达到家里曼丹 太北等地 祝你健康 致服听众朋友 身心灵常保健康 今天嘉美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 梁医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耳朵常见的疾病 梁医师好 嘉美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耳朵其实很重要 好的时候通常是这样 我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觉得它应该要帮我们工作 可是等到耳朵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们有耳朵 耳朵不舒服了 耳朵听不到了 对呀 我们如果听不到的时候 一开始还习以为常 如果不是突然的 有很大的音量的不见了 通常我们都觉得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 听不清楚而已 那耳朵常见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从外面来看 我们最常见到的第一个就是耳垢填塞 耳朵 耳朵 对了 那么耳朵呢 如果我们长时间累积的过多的话呢 往往会把整个外耳道塞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轻的就觉得听力稍微降低了音量 听不太清楚 有的时候还不以为意 一直等到耳朵有一天进水了 那么这个耳垢因为吸水膨胀 造成耳朵发炎疼痛 才去就医 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大概要帮你把耳垢给拿掉 这样子就发觉 哦 毛色顿开 这是我帮一位牧师拿掉了这个耳垢以后 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感言 那到底耳垢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 要不要常常亲呢 对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平常临床工作上面 很常被问到的问题 医生的标准答案一定都是 哦 不要亲 不要亲耳朵 因为他这个耳垢呢 会自己掉出来 事实上呢 这个医生可能回家以后 自己会亲自己的耳朵 他是不是怕 如果一般的人不太了解 就把耳朵弄伤了 对 那么如果我们在亲耳垢的时候呢 如果你方法不得当 因为我们看不见 自己亲的时候只能凭感觉 那么凭感觉呢 如果外耳的皮肤破了以后呢 只觉得痒痒的 那么并不会有太多的难过 所以呢 继续挖下去的结果呢 因为皮肤破了就造成细菌感染 会造成很疼痛的后果 就是急性的外耳炎 哦 我小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妈妈帮我掏耳屎 我觉得好可怕又好痛 有的人呢 有的孩子非常喜欢爸爸妈妈帮他掏耳屎 因为好舒服 好痒 好难 那如果要掏耳屎的话 是不是要去找耳鼻后科医师 比较安全 当然啦 如果我们能够看着耳垢 能够把它拿出来 是最安全的 那么耳垢基本上它有两种 一种是湿的 油耳垢 一种是干的 像米粒状一样碎碎的耳垢 那么东方人呢 以后者居多 90% 那么大概有10%的人是油耳垢 这两种耳垢 其实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那么如果是油的话 就应该要天天的 轻轻的 把它给旋转过 外耳道以后 把它给清干净 因为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可能就积的太多了 你的棉棒一进到耳朵里面呢 就会把耳垢呢 往里面推 越清越糟 那除了耳垢的问题 会引起刚才医师说的外耳炎 是吗 是 那好像常常听说感冒之后 小孩特别容易发生 就是中耳炎是吗 对 那么最近呢 也有一些提醒 那么因为最近呢 有流行性感冒 那么这流行性感冒呢 有些孩子呢 会合并的有中耳炎 听说呢 中耳炎的发生率 提高了一般的两成左右 所以呢 中耳炎在孩子呢 也是一个很常见到的问题 去统计呢 中耳炎 在小朋友来说 是除了上呼吸道 也就是感冒 上呼吸道感染以外 第二多的疾病 那么这是中耳炎 畸性的中耳炎 所以感冒的时候 往往呢 孩子会容易运发中耳炎 中耳炎是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会痛吗 还是听不见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耳炎它会分歧发生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耳朵闷脏 那么有些孩子呢 会很痛 因为这个时候 中耳的压力变成负压 那因为我们感冒了以后 耳烟管堵塞 中耳炎 在孩子最常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小孩子的耳烟管 比较平 比较 不会这么像大人斜的 那么平的耳烟管 再加上它比较短 所以呢 鼻腔 鼻烟腔里面的分泌物 可能会流进中耳 也可能会因为 这么平的这个耳烟管呢 它堵塞了以后 那么会造成中耳的负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会很痛 疼痛 那么接下来呢 就会开始积水 那么这个积水呢 是中耳的粘膜里面 渗出来的组织液 那么这个组织液 如果感染了细菌 就会化膿 化膿了以后呢 耳膜可能因为 长时间泡在膿里面 耳膜会破裂 那么让这个膿流出来 这就是整个 急性中耳炎的过程 那么流出来 浓以后呢 耳膜破了一个洞 反复的感染 就可能会造成 它这个破洞 耳膜的破洞呢 不容易愈合 就变成慢性的中耳炎 所以有中耳炎 千万别延误就医 一定要赶紧处理 上一集 梁洋医师跟我们提到 耳朵的构造有 外耳 中耳 内耳 那有没有人发生 内耳炎 哦 有啊 有啊 那么内耳发炎的时候呢 当然比较少发现了 但是呢 内耳发炎的话呢 往往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就是我们碰到的突发性的听力障碍 突发性的听力障碍虽然目前没有办法确切了解每一次发生的原因 但是呢 他往往跟上呼吸道感染跟感冒的病毒可能有关联 那么感冒的时候这个病毒呢如果跑到了内耳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内耳的发炎 这个时候病人的听力呢就突然的下降 当然下降的程度有大有小 那么根据他发炎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呢都蛮恐怖的 那么通常是单侧的耳朵 有的人在睡醒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就发觉 哎 一个耳朵听不到了 好像窗帘拉起来了 看不见一样 这样的情况呢 就一定要在48到72个小时 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 赶快去看医生做急的处理 因为这个紧急的处理呢 可以让这个听力的恢复呢 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除了外耳中耳内耳会发炎之外 耳朵还有哪一些常见的疾病呢 内耳的发炎当然还有另外一块 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中提到的平衡系统 那么平衡系统的发炎呢 也会造成我们的晕眩 让我们走路不平衡 甚至呢 没有办法下床 那么这个感觉非常的辛苦 如果确定是因为 潜艇系统的发炎 所带来的症状 那么这个症状呢 可能就要持续三个礼拜 也就是在这三周当中呢 我们因为潜艇系统的不平衡 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会影响我们可能上班啦 工作啦 都没有办法 而且容易恶心呕吐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严重 看起来 病人呢 都非常非常的害怕的一个问题 快乐是可以传染的 而这种分享 绝对不会使你失去什么 反而使你快乐加倍 真正的朋友 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绝妙家族 愿意做你真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